歡迎大家來到香港這一天 今天是6月12日 612金鐘衝突一周年 可以這麼說 反修例事件的一周年 如果歷史可以回頭 假如沒有這個陳同佳的案 特首林鄭月娥其實會不會推出一條反修例呢 逃犯條例的修訂呢 這個都是一個大問號 沒有這個修例的話 當然了 不會有6月9日的一百萬人上街 就算有一百萬人上街 如果當日林鄭是煞停了 又或者一些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腳軟 不敢支持 就草案收回 也不會有接下來的612 沒有612的話 四天之後也不會有二百萬人上街 跟著不會有七一衝擊這個立法會 不會有七二一元朗白衣人事件 八三一太子站事件 十月一號國慶的一些衝突 很多很多事都可能沒有發生 當然了 歷史其實真的沒有假如 那 切切實實 真是過去那12個月發生了很多事情 警方都抓了9000人 很多都已經 甚至在復營都會有 一年前的今天 政府就想硬闖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過萬人包圍立法會 跟著 警方可以這麼說 瘋狂地用一些催淚彈 橡膠子彈 布袋彈 趨散一些人群 去年的6月12日之後 很多人都這麼說 香港已經是不一樣 經過了一年 大家歡迎上我的Facebook 講一下大家對現在香港的狀況 會不會都會覺得 只會越來越混亂呢 跟著下去的跌點呢 抗爭運動 可不可以維持到那個動力呢 會怎麼發展呢 講一下大家的看法 很多人就不太樂觀了 短期 香港現在這樣的局面 可能都會更 變壞一段時間 原因其實都不是 難理解 很簡單 因為特首林鄭月娥 過去一年 過去一年都可以這樣說 從來沒有認真地 是用一些溝通對話和解的一些政治方法 去解決政治紛爭 那就是 還是越來越清楚 打壓和理非 那就是 以警隊的武力 去處理一些紛爭 那就是越來越 他自己的口中 其實所謂Rule of Rule by fear 就是用恐懼來統治 其實就是政府現在所做的事情 這樣的話 局面就只會火上加油 火上加油 就是把香港推向 一個深淵 那已經越來越少人 就會想就是 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回去 一年之前 相對平和的一個社會環境 反而就會越來越擔心 因為 當 現在很清楚了 就是中央出手的情況之下 所謂香港會走向大亂 一個這樣的時期 變成了一個所謂的 一個所謂的自政的預言 主政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建制裏面的一些 比較強硬的親中派 北京相信也會有些人這樣看 就是說要主張是要強硬的 對民主派就要寸步不讓 絕對不能夠讓 這樣就 經過一段陣痛之後 所謂的大亂之後 香港才有機會 大致這樣說 在一種這樣的思維之下 寸步不讓 就更加激發了那個 混亂情況抗爭更加激烈 所預期的大亂的局面 逐漸最終就會出現 證明最終就會出現 但是所謂的估計 大亂之後 是不是真的會出現大致呢 我想真是 可能都是一雙情願 短期或者相當長的一段時期 可能都未必會回到 一個相對平和 平和是所謂的大致的局面 就更加遙遠了 過去一兩個月 疫情就稍微好轉 跟著其實都會見到 你那個限聚令 遲早都要逐步放寬 經濟搞不定 因為如果你這樣下去 一些遊行集會 你還可以禁得多久呢 然後立法會選舉又來了 美國選舉又來了 中美關係就會更加緊張 香港問題就會更加複雜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真的 你再加上一條國家安全法 所謂到處都是火頭 到處都是火頭 而中央也都清楚了 去年十月的時候 開了四中全會 跟著就要 所謂下定決心 要全面整頓 對香港要做個大手術 全面大整頓 如果借用我們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 一整個說法都是 就是說中央已經作出了 充分的準備 充分準備的意思 其實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預了香港會亂的了 甚至可能會更亂的 但是中央一定會很強的 怎麼做呢 大拘捕 大清洗 不僅是爭取了一些勇武派 激進派 矛頭越來越清楚了 也都是去針對一些和理非 他們認為在掩護一些激進的小數派 或者是所謂的一小撮忍 近來的跡象就越來越明顯了 上個星期六四祝國萬會 其實都相當平和 當晚警方 雖然動用了幾千個警力 但基本上都是放軟手腳 但是這一兩天 露出了戰狼的真面目 拉人 開始 至少 支聯會 李卓仁 何俊仁 那些 連聽說 張文剛 這些都被抓 可能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激進 勇武派口中的一些和理非 甚至所謂左膠 但是連這些都不放過 你看到就是 現在那個策略就幾清楚了 要盡量 越拉得多越好 張文主派都不管你是和理非 還是激進的了 越拉得多越好 高 還是用一些最嚴厲的法來告 要他們坐多久 盡量要他們坐多久一點 林鄭上個月 就已經說了 她就已經不會搞那個 獨立檢討委員會 其實再早些時間 其實都越來越清楚了 她根本就放棄了 放棄就是用對話 用溝通 和解這樣的方式 而是打硬 因為現在就靠中央出手 然後做種種的一些政治打壓 再加上 再加上警隊 用警隊的一個武力 遲些還會做多個 什麼負責國家安全的小隊 一個自己 領導那樣東西 其實我們看到 現在整個社會局面 走向更加混亂 其實都越來越清楚了 看到的就是這幾天 大家都會留意到 一有些團體說要搞罷工 罷課 就立即出手了 教育局長 都寫了給中學 小學校長 要他們禁止那些師生 罷工罷課 然後就移動公務員工會 照廢不止 還有一些降職 都不需要經過什麼紀律程序 然後今天 港澳辦 中聯辦 又齊齊發炮 砌這個罷工罷課 這件事 之前已經是一些 親中建制 其實那個矛頭都幾清楚了 就是 他們 自己當然歸了隊 商界也歸了隊 沒有了曹恩 下去那個焦點 就下了一些界別 包括教育界 包括公務員 包括媒體 媒體裡面 港台就首當其衝了 昨天也有一段消息 就是他們那個 處理的副處長 可以這麼說 看他在港台封眼 裡面的封眼 那就都辭職了 健康原因 回到十月 都看到 其實都是殺到 殺到你 我們會看到 其實過去一年 越來越多證據 其實都很清楚 警隊那個 違法違規 執法的一些問題 警暴的問題 執法不公義的問題 剛剛國際特赦組織 都出了一個全球報告 看香港的部分 其實都提出了 過去一年 有幾個很主要的警方 用催淚彈的行動 其實都違反了一些國際的規定 包括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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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 香港人最近 應該會有很多人都談論 美國 美國一個市 一個警員 用膝頭 壓住了一位黑人 跟著他窒息而死 這件事引起了全國的暴動 騷亂 針對當然是反其事 但是也都是 將警暴的問題 放在議程上 我們當然看到 美國警暴問題 是相當之嚴重 但是我們又會看到 他制度怎麼處理 涉事的警員很快就已經被捕 然後就面對訴訟 然後就是一些國會 一些地方的一些社會 開始檢討警權的問題 警方怎麼駛肉武力的一些問題 我相信香港人看到美國的狀況 其實都真的白眼膠窄 又看到美國的政府 國會他們怎麼處理 看回我們香港政府 香港議會裡面的建制派 其實不僅是 不要說檢討 檢討就是用武力 用胡椒噴霧 用一些 整個身體壓下去的人 就是一些拘捕 各種各樣的事情 反而就是縱容香港的那些警暴 不但沒有回應到一些社會上 社會上對警暴的問題的關注 怎樣是有所謂的彰顯公義呢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還要針對一些和理非 即連和理lunch 或者是早人鏈 或者是唱一些榮光歌 都可能會被抓的話 市民就會更加感覺到 現在香港警暴的問題 然後律政部門的一些 整治檢控也都是越來越多的話 心不會服 反抗就會更大 香港 香港 經過了一年 不但未能夠走回一些平常的生活 還會走入一個更加大混亂的時代 今天講到這裡 祝大家周末愉快 安全 拜拜